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明了这一点 但不关是这样 他还要借此来扩张他的国度 来传扬基督的圣明 那么为什么当你和我奉献的时候 去常常有很多的拦阻 我们心里想奉献的时候 可是拿出支票来 并不像小脸那样 马上能写出来 下不了这个笔 其实人的行为是由他的思想控制的 如果我们思想认识上面不能改变的话 行为上是做不出来的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神他能改变人 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在教会服事越来越多 我们对教会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对奉献的看法也会改变 就从不甘心到乐意 从不舍到舍得 我们一家呢 25年前进到教会 开始的时候是为了寻求帮助 那时候弟兄姐妹 真是付出了很多的爱心 赔上了时间 还花了金钱来陪伴我们 所以让我们呢就感受到这个是 人世间找不到的温暖 这是从神来的爱 那时候我们在英国 我是学生 我太太呢是打工 她一天打四分工 一个小时的工钱是多少呢 两半五 教会收奉献是每周收奉献 那是一个奉献的盘子 那传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不好意思让他空着再传出去 所以呢就拿出来 五块钱 后来是十块钱 后来是二十块钱 要知道这个钱拿出来很心疼的 因为差不多是我们半天的工钱啊 后来等我毕业了有工作了 收入多一点了 那好像奉献的大方一点 但是我们有一个想法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去听音乐会 那么去听音乐会 你一定要付门票钱 那我们来到教会 听牧师讲道 你就单纯听音乐会了 门票钱给你牧师 那么十四年前呢 我们来到福便教会 一来我们就郑住了 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华人 用自己的母语敬拜 而且呢设备这么的齐全先进 有钢琴 有大屏幕 有乐队 还有诗班 哇我们真是感到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单级就绝对不离开了 所以以后除了我调动工作 没有离开福便教会 既然把福便教会做我们的家 家里的需要 我们就有责任 有本分 那福便教会的需要是很大的 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三栋的建筑 关建设费就差不多一千三百万美元 还有平时的运作啊 电费 这个除草的 清洁费等等 都是靠钱啊 那 其实我之前有个数字 大概十年前呢 说我们的电费 一年是十几万 现在呢可能更高了 所以了解到教会的这些需要以后呢 那我们的态度就慢慢地改变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能不能奉献 首先要解决我们思想上的问题 只有认识改变了 行动才能跟得上 有几个问题呢 我一直考虑 我相信你们当中也一定有人在考虑 或者呢你曾经考虑过 但是没有答案 今天呢我来帮你解惑 第一个问题 教会呢是不是有国家支持的 我们常常听说啊 美国是基督立国的 那想当然 政府应该支持基督教啊 但是呢 宪法第一修正案说了 国家不得支持任何一种宗教 当然不能专门来扶持基督教 更不要说我们一个地方教会 那我们的前出哪来 靠弟兄姐妹 第二个问题呢就比较敏感 牧师该不该领工资 以前呢我不认为牧师需要领工资的 因为 我认为教会的工作应该是义务的 是不是你这个时候的想法 后来呢我明白了 我们的牧师 他本来可以在职场上拼搏的 像林牧师是学IT的 建勤是这个 临床化学的博士 都是精英啊 但是呢他们选择了一份 完全不同的工作 他们把全部的智慧 精力和心血 都放在服事神和服事人上面 那 牧师也有基本的生活需要 他要付房产税 水电费 汽油费 还要买养老保险 这些都需要钱吗 神经上说 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又说工人得工价 是应当的 保罗呢也劝劫弟兄姐妹说 我们劝你们 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 治理你们 劝劫你们的 又因他们所做的工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呢 对于牧师领不领工资 就不再去计较了 那跟这个问题有关的呢 第三个问题 牧师都干什么了 以前不知道牧师 他工作的性质 我们就想 牧师不就星期天讲一篇道吗 并且还不是每个人都讲道吧 那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 我猜可能也是你现在的想法 那这种想法呢 是因为不了解牧师的工作 其实不关说准备一篇讲道 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祷告 他还有很多时间用在关怀 探访 辅导 还有主日学 还有带门徒 等等等等 包括婚礼 都离不开牧师 那有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呢 牧师更忙了 以前我们区里头呢 就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 这个地区那夜里头被警察抓住了 那么就要给牧师打电话呀 牧师就要找律师 然后呢 还去监狱的探访 那当然了 更常见的是 家里头两口就吵架了 叫牧师来劝架呀 还有呢 我们 有些地区姐妹也经历到 我们当中有一位生病的 那怎么办 要 经常要往医院跑吧 或者他回家了 要到家里去 所以呢 我想说牧师其实比我们上班的人还要忙 我顺便呢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我们福变教会的牧师 上班的时间是60个小时一个星期 那我们在公司工作是40个小时 他比我们花的时间要 多得多了 所以 我相信你听到这样呢 你心中的疑云已经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 我们慢慢地来学习十一奉献 其实还有很多的榜样在前面 临路 比如说我们教会这么多的 默默奉献的这些地区姐妹 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 那前些年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呢 也看到当地的牧师和同工们 那种牺牲的奉献 我们的牧师每到领工之那天 先拿出十分之一来 奉献给教会 那有的地区姐妹呢 因为我们是初创的教会 有很多需要 有人一次就拿出十五万人民币 所以这些榜样呢 就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 感动我们也带领我们 另外呢 我还想 请允许我提一下我的美国女婿 今年五月呢 我女儿结婚了 结婚以后我们发现 女婿呢 一直是在严格奉献 实意奉献 她不仅每个月的工资拿出十分之一 就是大家给她的礼金 结婚用的钱啊 她先拿出十分之一 奉献教会 哇 这对我们 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激励 这都是能够行得出来的 好 弟兄姐妹 我想我上面的见证呢 可以 应该能够帮助你呢 打散你心头那个疑云 能够帮助你在奉献的实践上面呢 稍微往前迈出一步 所以你原来奉献一块了 现在可以奉献五块了 好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的心意 在福边教会成就 好